大家好,今天我来讲一下J2-1ED的申请 我自己本身申请过4次J2-1ED J2是J1访问交流学者的配偶和或孩子可以持有的签证 那么移民局规定J2可以申请J2-1ED 那么J2-1ED申请需要哪些步骤和材料呢 下面我们来讲一下 那首先需要填I-765表格 以及移民局的申请费是410美元 申请费可以由付给移民局的支票来支付 或者是填写机1450来支付 还需要两张美国护照格式的照片 这是2英寸乘2英寸的 需要是近期拍摄 在背面需要用铅笔写上自己的姓名 还有移民局规定呢 J2还要写一个类似解释承诺信 解释为什么要工作 以及承诺拿到1ED后工作 挣来的工资不是用于支持J1的项目 另外其他的支持材料 还需要J1和J2的护照的首页复印件 J1J2的签证的复印件 J1J2的i94 还有J1J2的DS2019有效的2019表 另外呢还需要J1和J2的资金证明 可以用J1的工作证明信 以及最近的工资单 以及银行的存款证明等等 还需要证明J1和J2的关系 如果是夫妻呢需要交结婚证 如果是非英语的结婚证是非英语的 需要相应的英文翻译和或公证件 如果是孩子呢需要提交孩子的出生证明 相应的如果是非英语的 也需要提供英文的翻译件 需要注意的是 交J2EED的申请的时候 申请人必须要在美国境内 否则移民局会拒绝申请 还有移民局官网给的J2EED的审理时间 是六个月或者是更长 那么大家如果是有需要的话 可以提前准备申请 移民局最近出了新的规定 有益于扩大加急申请的适用范围 可能在不久的将来 J2EED也可以提交加急申请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谢谢